台灣的漁民真的很辛苦 台南的光電害得他們 沒有魚可以撈 但沒有想到 傳出一個最新的消息 中國大陸突然通知我方 所有的漁場 這個時候不是被註銷 不然就不能賣 所以台灣的魷魚公會 現在發出一個警告了 有出現這個狀況 農委會現在等一下 要開記者會 很多民眾很擔心 接下來斑斑吃食斑 吃不成 是不是變成斑斑不大魚 斑斑秋刀魚 大家會擔心這個狀況 那台南我們剛剛講到 很多漁民說因為光電 要發展太陽能板 結果導致他們很多地方不能蓋 現在已經要染指到旗鼓了 牽扯出一大堆 跟光電有關係 龐大的利益 所以出現了所謂的 88槍的槍擊案 陳廷飛 民進黨台南的立委 POLE一張素顏恐怖的照片 不是說因為他素顏恐怖 是他講了一個恐怖的事情 有人要對他不利的那種感覺 飛飛拍了一個 看起來很疲憊 看起來很哀傷 他臉書裡寫我哭了 為什麼哭 他說媽媽看到這樣會很擔心他 不過他直接斷言了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這一次的地方選舉 國民黨贏了 民進黨大敗 接下來2024就會有鐘擺效應 陳廷飛直接下一個結論 沒有鐘擺效應了 2024不再會有鐘擺 為什麼 因為跟黑道的事情 糾葛不清 講得不清不楚的 昨天他在台北市 開記者會的過程當中裡面 他去講質疑郭再青 跟88發這個雪甲的槍擊案的關係 結果媽媽看到記者會說 黑金很恐怖 你要洗你 我會害怕 我會煩惱 你會被人砍砍砍砍 所以他聽到媽媽這樣講 他覺得很難過 台南現在是一言堂嗎 沒大人嗎 88槍 黑金嗎 當然也有人講說 菲菲實在是有點太客氣了 因為這個可能跟背後議長 兩派人馬在糾葛 互相的牽扯 被他指控的民進黨中指委 郭再青 就是88槍有一大半的子彈 是設在他的前工廠裡面 郭再青說 郭信良 也就是台南現在的議長 郭信良 你家在2002年 你也被人家開了八槍 如果工廠被開槍就是黑道 那你算什麼 還有你約過我兩次去吃魚刺 光是今年就兩次吃魚刺 你找我 如果吃飯就是有刮鉤 有鉤結 那這兩個魚刺宴算什麼 他這個回擊力道也是相當的猛厚 但這個案情已經比八點堂 鄉主劇還要更加厲害 每天都有鄉土劇編劇 都想不出來的劇情 現在被開槍的另外一個人 謝才旺他女兒的這個議員服務處 謝才旺 現在看到說 檢方公布出來這個槍手 叫孔祥志 他一看說這不對 這個我認識 孔祥志 他都叫我姊 叫我一聲姊 叫我叔叔 地方上我都認識他 根本不是咖 不是狠角色 怎麼可能是他 連孔祥志的媽媽說 我兒子怎麼有可能 我兒子很高興 哪有可能 所以認識他就說 怎麼可能是這個 連台南警察都很驚訝說 怎麼有這一咖 台南警察認識他 說怎麼可能是他 都很驚訝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鬼故事 莫名其妙的 然後台南地方南檢 12月4號 你知道開槍是哪一天嗎 11月10號 他隔了將近一個月之後 才去約談郭再青 跟他作筆錄 隔了將近一個月 所以昨天PTT爆料 當然我特別前提講一下 PTT會有很多各方陣營 派出來的寫手 所以他寫的 你不要盡興參考 然後你去抽屍撥檢 他寫的文章沒有罵到誰 那他就是誰派的 你大概可以自己做解讀 他說再爆料冒死 爆料巴巴血甲槍擊案的黑幕 他講到了幾個重點 他說槍手都已經做筒子出去了 意思說孔志祥或紅龜 已經逃出去了 逃出去了你才說承認 郭再青跟紅龜 跟這個開槍的有關聯 然後抓不到人之後 確定都出去了 才約郭再青來作筆錄 然後他說這個案情 跟黑痴黑有關係 黑痴黑的背後是什麼 龐大的光電的利益 比較早講出來的紅龜 紅正軍 他這個爆料裡面講 檢調一開始 派出大批的人馬 要抓的就是紅龜 可是後來不了了之 沒有下文 才突然換了分局長之後 蹦出了一個小孔 孔祥志 可是所有人都說他是小咖 他故意 沒可能做這個事情 這是什麼樣的鬼故事 發生在我們的府城上面 每天都有新的劇情 沒完沒了 然後這幾天蹦出來這張照片 邱莉莉 民進黨資深議員 準備要選議長 跟郭再青 還包括李宗翰這些人 都在一起 這張照片裡面 到底在聊什麼事情 聊得很認真 然後現在各種傳聞都出來 說這個水很深 有調查局機密的報告 說這個背後 可能跟政府力推的綠能 是有關係的 調查員他們偵辦的過程中 其實不是只有台南 有光電的利益的糾葛 弊端 不是只有台南 嘉義 彰化還有雲林都有 調查員說我們去彰化嘉義 還有雲林查的時候 都沒問題 都順順利利的 只有唯獨進到台南的時候 這也不能說 那也不能提 為什麼 不是誰某某中央官員的助理 不然就是某某名代的司機 看到這些名片媚集 瞠目結舌 只能隨便說 那證據到哪兒就辦到哪兒 水到底有多深 謝榮介爆料一件事情 還有一個為什麼要換掉議長 當然也有可能 榮介有他的不同的觀察 他說為什麼要弄掉 現在的這個議長 為什麼要弄掉郭信良 民進黨要推自己的 因為這一個 就是準備12月25號 要畢業典禮的這一批議員 立了一道規定 七股的光電不可以蓋上去 七股有鹽田 不要在那邊讓漁民 真的活不下去了 所以他們說台西兵 61線以西不能開發 但是現在就是要推翻 要選出邱莉莉當議長 就是要開發那一區 這個利益聽起來 相當的不可思議 兵哥 其實我覺得你看 陳廷飛本身是立法委員 陳歐珀也是立法委員 還是執政黨立法委員 結果他們照理來講 你在講台南的事情 應該在台南開記者會 結果他們要跑到台北 來開記者會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地方上 很多新聞 莫名其妙就被淹掉 就看不見 就傳不出來 所以他們選擇要在台北 那當然你知道台北的目的 就是要把事情搞大 那他們兩個會連妹出席 表示我覺得至少 鄭國會的態度就是這樣子 就是要選擇 因為這個很明顯 那當然陳廷飛你要指控 人家是黑道 我覺得要拿出更多的證據 因為不能說 我家被黑道開槍了 所以我家也是黑道 我覺得是要有更深入的證據 可是這整件事情 會跟黑道無關 我想沒有人會相信 因為不然有事沒事 突然之間到人家 去開即時槍幹什麼 這中間一定有 警告的意味非常濃 他到底要警告什麼 這中間的利益糾葛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要去講清楚 然後這個郭再興 對 他提出來的反證很有力 說你家也被開過槍 對不對 你之前也請我吃飯 那問題是郭再興這個 證據只能證明什麼你知道 你們之間關係也很深 你不是在告訴我這件事 對不對 所以現在郭再興 其實在告訴我們哪一件事情 就是說郭信良你差不多了 你在這樣抖出來 我就把你做了哪一件事情 我也很清楚 就互相爆料 對 就要抱大家一起來抱 我覺得已經變成這樣一個狀況 那問題來了 問題是這些人都是誰的 都是民進黨的人 對 全部都是民進黨的人 郭信良雖然不是 他現在是無黨籍的 可是你背後也是民進黨在支持 今天台南市議會崩一下子 本來在協商崩一下子跑掉 全部都是政國會 所以政國會準備要開戰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現在 不要再一直去指說 你國民黨到底敢不敢講 黑金什麼東西 你們黨內已經鬧出 這麼大的一個風暴了 你是不是先要跟大家解釋清楚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然後我也必須講 這整個案子的辦法 我根本就覺得很好笑 開88槍過去按照慣例的話 因為這擺明是要警告人 這不是想要傷人命 這是要警告你 什麼事情不能做 所以正常的狀況是怎麼樣 開完槍之後 因為這種事情鬧太大了 一定通天 通天之後正常就是第二天 小弟自己去投案了 正常是這樣 所以該投案都沒投案是不是 你沒答到人 對啊 你沒答案就去投案 又怎樣 就是違反槍暴斷戒管制條例 那為什麼這個人 小弟不出來 表示這件事情不能有人出來 特別是在選前更不能 所以警方 大家王鴻威那一個 警告他的電話一查 馬上24小時內破案 這個東西台灣到處都是監視器 你覺得他可以隨便跑得掉嗎 開88槍 那這個東西會查不出來嗎 那為什麼查了一個月 到現在沒下完還在東差 一下是昂姑 一下就是這個東西 那問題是這一些 老實講當地人都覺得 那根本不可能 因為他們就不是這種火力的人 也不是這種好戰分子 不是狠角色 對 就不是這樣的人 那這個整個辦案過程很簡單 在我看來就是 等到大咖都不在的時候 我再來辦 因為等到大咖都不在 我查無證據 苦無證據就呱急的 苦無證據這種就出來了 我真的很想抓他們 但就抓不到 沒有證據證明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等到關係人 能夠咬出來的人都不見了 再去約談過再親 不就這個意思嗎 不然的話 當天你就應該約談過再親了 不是嗎 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全家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擺明的 那當然我也比喻講 你說這張照片 大家聚在一起在密談 請問一下 這張照片其實看得出來 是在公眾場合 如果有見不得光的 應該不會在這邊 見不得光的照片 不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也比喻講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某媽祖委員 你也曾經在某鐵板燒 被我們撞見過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你也在跟別人密會 那到底在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 這種都不要去扯 我也不知道你當時在講什麼 但是不能憑這種一張照片 就指控別人在密會什麼 我覺得這是很無聊的 那所以中間很明顯的 現在就是有黑金的利益 勝進來了 那台南已經鬧成這樣 整個鬧翻了 那民進黨到現在 都不出來處理嗎 民進黨不是要立牌黑條款嗎 不是說政府議長 都不可以有黑金勢力介入嗎 我覺得不只是政府議長 所有民進黨的民代 都不可以有黑金 這個大家應該同意吧 所以既然這些人都牽涉在裡頭了 那你民進黨要不要動作 如果都沒動作的話 就告訴我 你什麼牌黑金根本是玩假的 不只玩假的 根本是一個笑話 包括邱莉莉現在 因為民進黨要讓他推出來 說民進黨在台南的議員席次 選得相當不錯 那郭先生跟他要開槓 感覺就是刀光劍影重重 他沒有想到 民進黨立委林楚映 現在告訴大家 12月25號就是國民黨挺黑現行日 要選議長 因為當天要全國各地都要選議長 他不好意思 他好意思講 他好意思講 然後我們昨天不是告訴大家 連續到昨天第三天 因為陳明武說要掃黑 黑到看不起警察 所以警察連續一直掃黑 每天都掃 一開始跑去哪裡 網咖 然後昨天說去盧州街頭抓小混混 結果後來最新的是什麼 撞球場 撞球館 還有包括人家做這個半套的 然後台南的 還有包括某黃信中常委 該解決的你都沒有解決 然後講到黃成果的部分 有台有個節目 請到了洪建議跟何志偉 兩個人做視訊 何志偉在棚內 洪建議就做視訊 就上演了所謂的分手擂台 洪建議說 我們當初人家怎麼照顧你的 何志偉 你也比較專長 然後何志偉後來就說 好 我準備輸一個大看板 我唯一支持黃成果 當然是反話 然後洪建議說 你不要這樣 你當初拿著麥克風 台語1234都不會講說 是誰幫你 我們幫你 你現在這樣算什麼 比分手擂台 還要更加的精采 偉翰 紅成果其實在民進黨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人士 他現在因為全民在質疑 民進黨跟黑道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就被拿出來檢視 我上次在我們國民黨 也跟大家講過了 你民進黨如果不要紅成果 在黨內有實力 你根本不用修任合法 觀眾朋友 你可能不知道 你不要被騙了 還什麼 我們一起來修法國民黨也來 你不用來 2013年蘇貞昌當黨主席 因為2012年的時候 蔡英文跟馬英九選總總輸了 以後他辭掉了以後 換蘇貞昌上來當黨主席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排黑條款了 當時就是拒絕黑道入黨 怎麼那麼多人頭黨員 都是什麼黑道 當時蘇貞昌就已經立下了 排黑條款 民進黨有黑道背景的人 不能當黨員 那我就問 不是黨員怎麼推薦他 當民進黨的候選人 怎麼三選公職 你現在就可以執行 你為什麼民進黨裡面 現在有這麼多黑背景的 還要去傾向 那個是中指揮 這是中常委 你自己本來就黑道排除入黨 你為什麼還那麼多黑道入黨 民進黨自己沒有做到 你現在講10月25號的時候 多少議長幹嘛的 那些人是經過民選選舉 你今天黨內 你可以用黨章處理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何志偉當然就是選後 他把選前想要講的 包含高嘉瑜 還有王志堅 他們就覺得說很多想要檢討的話 他現在把他開私 不過我比較關注的是 台南的這一場 因為剛剛兵哥在講 台南很複雜 88槍這是顯而易見 高雄市之前有了這麼標車主 直接警政署長就是要作證了 這個開了88槍 我說實在的 因為雖然我不是跑社會新聞出身 可是這個誰都看得出來 如果真要辦 11月10號凌晨4.23分開槍 你11月11號 11月12號 槍手就抓到了 怎麼會抓不到 所以顯然槍手就偷渡了 槍手都出去了 然後你要拖到12月4號 才去約郭再卿 為什麼會拖到12月4號 因為已經選完了 而且你槍手也找不到 你通通都找不到了 這是什麼意思 人家一定會覺得說 你們台南很黑 台南整個龍在這邊 今天陳天菲當然就抓住這個點 說你看郭再卿跟邱莉莉這麼近 他當然也是希望能夠支持郭信良 現在的議長 六個 我現在就跟大家講 六個民進黨政國會的議員 在昨天下午4點的假投票 當場就走了 那這六個他一直說 我們現在不是要跟黑道切割嗎 那我幹嘛還要投給黑金 那郭蔡清才出重手 想說那我以前都借你錢 我都借郭信良 都借陳天菲 我還幫你展延 我們還一起吃魚吃 所以以前你也是黑金 但是問題是重點是什麼 觀眾朋友 如果這六席的民進黨的市議員 在台南的議員 他真的最後跑票去投給郭信良 沒有投給邱莉莉的話 郭信良還是有可能會贏的 那就牽扯到今天 我們講賴清德要選總統 賴清德以前是台南市的市長 他跟郭信良當時是很不合的 可是這一次在地方都直接放說 沒有 這次賴清德沒停沒黑面 他是比較拖壓那個黑金 所以大家就那邊扯來扯去以後 他看的其實是議長這一局 陳丁菲跟鄭國會主要是要力挺 郭信良能夠繼續當選 台南市的議長 可是目前民進黨如果沒有跑票的話 他實質過半 邱莉莉他是黃偉蛇停的 他就基本上可以當上 台南市議會的議長了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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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vídeos